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要呈现给你的是连生法王卢盛燕的伦敦型红髮内容 先来看的是在英国伦敦雷藏寺连生活佛的法语开示 连华童子是什么都行 你看过70岁的老人吊霜杠吗 师尊70岁的老人吊霜杠 师尊70岁甩那个双杠的 今天在飞机上啊 师母讲的也可以接到一点了 就是因为我那个其实那个卧服也是虽然能够平躺到180度 没有错平躺到180度 但事实上你在里面的要出来你必须要跨过一个人的身体 你才能够出来 因为他也躺180度啊 那个躺的 脚 刚好把你的出来的路挡住 那个时候啊 我就两只手啊 抓两边的 对不对 他们的床头 这边一个床头 这边一个床头 接在一起的 这边一只脚 然后我就是抓两个床头 然后一腾身上去 然后脚就甩过去 要从那边跳下来 从那边不要压到人家的脚 结果因为那个feet 我没有注意到那个上面那个床 就是蹦 就创到上面的那个行李 行李的地方 所以因为我还可以甩双杠 我才能够这样子做啊 一直两只手 还可以甩过去这样子 哇 大家都看我 哇 这个老头子很厉害啊 哈哈哈哈 其实我在西雅图连藏寺的双杠 七十岁了 我看看还可以吗 还是行 我跟他说是什么都行 中国有一本这个素女经 素女经 很有名的 有些人都看过 有些人没有看过 它里面写的就是 讲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 它一直讲 从这个二十岁开始讲 一直讲到六十岁就停了 七十岁 他上面写说七十岁点点点 就是不要了 不可以的 七十岁 差不多因为素女经嘛 素女经就讲那个男女的 然后讲到七十岁 房地问素女 他讲出来的一些东西 素女讲出来的 他是古代的这个圣 信邪博士 古代的他跟房地讲 为什么房地五十岁啊 他身体就很虚了 就不行了 你说 你三公六宴七十二非 你当然到五十岁 你房地的身体就不行了 这个素女经他就讲说 二十岁要怎么样 三十岁要怎么样 四十岁要怎么样 五十岁要怎么样 六十岁要怎么样 七十岁他就不讲了 他就不讲了 七十岁师尊行不行 行 什么都行 我八十岁不敢讲 他就能够到八十了 哎 反正 莲花种子 什么都行 这个结婚有三父亲 第一年呢 难的在说 你的在听 第二年呢 你的在说 男的在听 第三年呢 男的你的一起说 灵机在听 这写的很传神啊 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听男的 以后就是变成 男的听 男的听 最后是 男的也讲 你的也讲 吵得很大声 灵机在听 很传神 那我们这个莲花童子的话 任何个人都可以修 任何的人都可以成就 要讲给世界上的人听 全世界上的人听 这是真实的法 要讲给世界上的人听 有一位女士 对他的女友讲 是我 使我的丈夫 变成百万富翁的 那个女友非常的惊叹 但你对丈夫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你丈夫以前是 什么的 做什么的 这个女士讲 她以前是一个千万富翁 越帮越忙啊 越帮越忙啊 越帮越忙 好 我们这个莲花童子在 传播的时候啊 也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中理的弟子 出来越帮越忙 出来越帮越忙 我们是希望 这个一直 度广大的众生 一直度广大的众生 一直度广大的众生 不要帮倒 不要赌众生 不要去赌众生 不要去赌众生 任何一个众生都可以 都可以 不要去 千万不要去赌 就是说 我们是度众生 而不是赌众生 所有的弘法人 你要记得这一点 要帮这个师尊的盗忙 很多人帮盗忙 还是有的 然后我们 彼此之间 我讲一个笑话好了 这个是题外的 不在这个上面的 有 有一个 两个人吵架 一个班上 有两个人吵架 甲对仪讲 你呀 你是猪啊 仪讲 你才是猪呢 对甲讲 你才是猪呢 那老师在旁边听到 既然同样都是猪 那和平相处不是更好 对不对 既然都是猪 那和平相处就好了嘛 我们通通就是连华同志 既然同样都是连华同志 既然同样都是连华同志 何必去赌连华同志 大家和平相处 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是连华同志 每个人和平相处 不要这个 这个甲连华同志 罵乙连华同志 乙连华同志 乙连华同志 罵饼连华同志 饼连华同志 罵丁连华同志 罵丁连华同志 丁连华同志 罵 甲乙丙丁 不电话总之 再讲讲不下 那个不要讲 总之我们不能渡众生 我们是渡众生 有一个男人给他的妻子开车门 那说明只有两种可好 一个这个妻子是新的 一个车是新的 两个理由 妻子是新的 真的是这样子 莲花童子啊 跟莲花童子彼此和平相处 彼此互相尊重 非常重要的 要相处的久也 不能像那个新婚夫妻一样 有一个 我讲了一个笑话 那个一对夫妻啊 他们结婚很久 很多年 有一天他太太问他的那个先生 问他老婆 老公啊 你以前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啊 你如果见到我 你都会这个心中啊 这个小路乱窗 小路乱窗 你见到我都会小路乱窗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还小路乱窗啊 这个老公就回答 这个路乱窗就窗死了 你看嘛 结婚以前跟结婚以后是不一样的 但莲花童子是不一样的 莲花童子是永远都是莲花童子 就是要和平相处 互相敬重 这个才是真正的莲花童子 说几个不准的莲花童子 他一定是尊重所有的莲花童子 所以说是无始无终 无始无终的 不能这个甲莲花童子骂里 乙莲花童子 乙莲花童子骂丁莲花童子 丁莲花童子骂这个 乌莲花童子 他乌都念不出来 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子 这个也有建议的 建议也是这样子写的 明天我讲这个 食用健康的建议 代表我的心 莲生活佛曾说 天下所有的瘟神 都是归姚池基姆所管 在人间若有任何疫情出现 可持送姚池基姆的圣号或心咒 以求结界化解 姚池基姆心咒详情请殿 台湾雷藏寺0492312992 莲生法王卢盛宴将在2013年 8月24日 西雅图传授冰头卢尊者 独贡大法 天空竟然出现好长好长的长眉云彩 再再又印证了这千古难逢的法源 所以欢迎您能前往参加或报名 西雅图雷藏寺秋季大法会 莲生法王卢盛宴今生只传一次的 冰头卢长眉尊者大法 详情请殿0492312992 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密圣全球资讯网 网络直播 每周六联神法王卢盛宴在西雅图 传授大圆满九次地法讲述 周日主持护魔法会 欢迎您参考真佛报 以及密圣全球资讯网 详情请殿0492312992 好消息 卢盛宴文集第二三五册即将出版 让我们好好参读报答佛恩 连生活佛度化众生的偏偏感应 您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卢盛宴最新著作 虚空来的法克 详情请殿0492312992 有一对夫妻 老公正在看着电视 这磕着瓜子 突然间老婆从出帮喊 老公啊 可以不可以帮我修电灯啊 老公不耐烦地讲 我又不是水电工 没有多久老婆又喊 老公啊 可以不可以帮我修冰箱啊 老公不耐烦地讲 我又不是电器工 电器工 修冰箱 又过来一会儿老婆又喊 老公啊 可以不可以帮我修酒柜的门 酒柜的门 老公觉得很烦 生气地讲 我又不是木工 然后这个老公就跑到外面去喝酒 喝酒井门去 过了一个小时啊 老公觉得心有 有一点愧疚 决定回家把那些东西修一修 但是回家以后啊 发现东西全部都修好 便问老婆 哎 所有的要修的怎么都修好呢 老婆就讲 你离开家以后 我就伤心地坐在门外 碰巧有一个年轻的帅哥经过 知道我这件事情以后 关心地讲 我可以帮你修 但你可以选择做一个蛋糕给我吃 这样 或跟我 说 kiss一下 这样 老公听了就说 老婆 很紧张吗 那你做什么蛋糕给他吃吗 老婆回答 我 我又不是做蛋糕的师傅 我们行则修行人 他有一个很平静的心 像师母今天讲的 我们在西雅图机场 你们每个人 这个机票还可以用 每个人再给你一千多块钱 你们愿意的话 你们明天再坐飞机再去 这个是很容易的 那师母他就说 不行 我们一定要赶到 因为 第一天就要赶来这里 第一天就要赶到这里 不能第二天才在坐飞机再来 所以今天就要赶到这里 所以绝对不行 就跟他很大声的这样子 那么我听到以后 我走过来我听到以后 我说没有关系啦 没有关系啦 牺牲一个堂不算什么 牺牲一个雷杖师不算什么 明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赚一千多 晚一搬再去也可以赚一千多 没有关系啦 我是讲没有关系的 师母很紧张 你讲什么 你讲什么 不能讲没有关系 因为那他也会听得懂国语 他不但会讲英文 也会听得懂国语 其实我的心很平静 我们行者就是随眼而走 随这个言 这个言既然不让我们到那里去 我们可以晚一天去 改一个时间再去 或者怎么样子都行啦 做下一班也不行 不然我们做转机的 找转机的也可以 转来转去也可以转得到 不一定要直飞啊 所以我的人是很随意 甚至什么都不行 那我回家去 回到西雅图那边 那边我还有一个两岁的女朋友在打我 他只有两岁 叫做平儿 平儿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他跟我很好 我今天要离开这个西雅图 雷藏寺到伦敦来 他累撒机场 两岁哦 两岁哦 两岁 不是累撒机场 累撒西雅图雷藏寺 我说平儿再见啊 他说不要再见 然后我说我只是去三天而已 我很快就回来 我只是去三天 小别胜兴奋啊 去三天而已 他才两岁 马上眼泪就流下来 就哭了 你看师尊的感情多么真 多么纯 多么纯洁 你看我跟两岁的娃娃 两岁的娃娃 我都不可以谈恋爱 我跟平儿讲啊 我把你的名字啊 我在台湾的时候 把你的名字写在风上面 结果风它吹走了 我把你的名字啊 平儿两个字啊 写在水上面 水就流走 那我一天到晚喊平儿不行啊 最后就把平儿的名字啊 写在电线杆上面 哈哈哈哈 结果被警察抓走了 哈哈哈哈 真的两岁耶 两岁啊 他的爸爸跟他讲 平儿的爸爸跟他讲 这世界上啊 谁最爱呢 那爸爸以为平儿会讲说 一定是爸爸 爸爸最爱呢 他不是 他回答 师尊 哈哈哈哈 这世界上谁最爱平儿 他说 师尊啊 我问他 那你呢 平儿 你在这世界上最爱谁啊 他讲师尊 那我跟他讲说 我们是来真的啦 他说是的 三岁的时候啊 他就要让我抱 他答应三岁的时候让我抱 然后我们就进到西亚的上师去扶赠 哈哈哈哈哈哈 去扶赠啦 我请那个连灵上师啊 或者连望上师啊 帮我们两个扶赠 哈哈哈哈哈哈 连望上师还讲 我要等他 他现在两岁 快三岁了 还要等他十五年 十五年 我家长自己现在七十 九八十二十 所以我在这十五年当中 我一定要每天做伏地体证 哈哈哈哈哈哈 每天啊 每天做仰卧起坐 每天要练自己的身体 练得很 还是一个muscle man 这样子 而且不能太老 牙齿也不能掉 眼睛也不能麻 耳朵也要听得到 尽量修法看看 尽量修法看看 真的 他十八岁的时候 如果还肯嫁给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 我跟平儿讲啊 说平儿啊 你跟那个师母 要保持良好的关系 哈哈哈哈 你送我花的时候 也要送给他一朵 他每次都拿两朵花 一朵送给师尊 一朵送给师母 我说这个是很好的 将来你过门以后啊 哈哈哈哈 我会煮菜给你吃 晚上会给你喂奶 还会帮你包尿片 哈哈哈哈 师母讲说 师母讲了一句话 她说 我现在帮平儿换尿片 将来平儿帮我换尿片 哈哈哈哈 我们莲花同志啊 真的是很单纯 真的是很真 真的是很纯洁的 我们的这个童心 好我们给莲花同志开光 好我们给莲花同志开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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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莲花同志开光 哇哦 这是2013年6月22日 联身法王卢盛宴 佛家英国伦敦雷藏寺 为佛像开光 并且赐售莲花童子灌顶 伦敦雷藏寺的楼上楼下 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子 千里迢迢地赶来与联身佛佛相会 这是何等身后的佛名 从西雅图坐长城飞机到伦敦 联身佛佛完全不显疲惫 精神抖擞 再在地证明师尊是气脉 名典成就的大力金刚瑜伽室 在伦敦雷藏寺附近 为了迎接连生活佛 主办单位特别准备了迎师宴 并且表演节目供养师尊 祝擞有望 尤为赢过海老师尊 静 motiv请不 wenn absolutely 祝力烟机到视频 静谈青ил Expor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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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